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下來我們先來談一個新的單元 聯合紀律跟邊際紀律 那聯合紀律跟邊際紀律呢 會聽到聯合很顯然 就是說它裡面就會有兩個事件 那這個部分談什麼呢 談就是說我們對同一個樣門空間裡面 我們從不同的面積討論它 比方說我們以課本的題目 我現在講這個題目是 班上假設有50個學生 那50個學生裡面就是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樣門空間 那這50個學生裡面 我可以從性別來看男跟女 那另外一個從什麼 從這次考試的成績 比方說考統計的成績 及格跟不及格 所以同樣是這一個50個人 你可以從性別來看 你也可以從成績及格不及格來看 所以等於就是說 它就可以製造兩個類似不同的構面 去討論它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它畫下來 我們把它畫下來 這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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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格 這不及格 這邊是男 那我們就用課本的符號 用同樣的符號 這樣各位比較容易辨別 這裡是B 那這裡就是BC 即格 及格代表B 事件B代表及格 那BC就代表不及格 那A代表這個男性 那AC就代表女性 所以我們把它畫起來 各位看一下 這一塊就P的 A交集B 這一塊P的多少 A交集BC 這個部分是 A、C交集B 這個是 A、C交集B、C 好 這邊是PA 這邊是P的 A、C 那這邊是PB 這邊是P的VC 這邊等於E 那中間這一塊 就叫聯合激勵 那兩邊就叫編輯激勵 這兩個也叫編輯激勵 這叫編輯激勵 這我就不寫 這叫編輯激勵 來 各位看一下一半 什麼叫聯合激勵 聯合嘛 裡面有兩個事件 所以各位你看這一塊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他是男同學 而且是及格的激勵 他要男同學 而且要及格的激勵 這個代表什麼 他是女同學 而且要及格的激勵 那這一塊代表什麼 他是男同學 而且不及格 同時 同時發生 他要是男同學 而且同時不及格的激勵 那這邊是呢 他是女同學 而且是不及格的激勵 來 各位看一下 那把這兩個相加 男同學裡面有及格跟不及格 把這兩個相加 就變成是男同學的激勵 這一半裡面男同學所佔的比例 那男同學裡面有及格跟不及格 及格跟不及格 所以你把這兩塊加起來 就是男同學的比例 同樣道理你把這兩個加起來 就得到你同學的比例 那這個我們稱為邊際 也就是說 你的題目裡面本來是在探討兩個因素 你可以用兩個因素來討論 性別男或你 或及格不及格 那我現在只討論一個因素 我只討論男或女 討論男或你 所以就邊際 你只討論一個因素 同樣道理你也可以討論 及格跟不及格 這也是叫所謂的邊際 邊際激勵 那這全部激勵盒就等於1 這兩個加起來會等於1 這兩個加起來會等於1 男性跟女性加起來就等於1 及格跟不及格加起來也等於1 所以中間這塊叫連合激勵 兩端這邊叫邊際激勵 有沒有問題 先把這個符號弄清楚 所以你討論的時候 這種連合激勵邊際激勵 就會探討兩個事件 跟兩個事件有關係 好 這個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再探討第三個 條件激勵 條件激勵 條件激勵各位看一下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請看定義4.51 給定義一個事件B已經發生 则4件A的條件激勵 激勵 4件A的條件激勵 激勵激勵 這樣表示 那我們來看一下條件激勵 中間激勵 他已經有一個問題 屬於5件G 1個 8件A的條件 3件A的條件 太約 2件A的條件 這些 4件A的條件 來 各位看一下 課本只給你一個 你可以把另外一個也抄下來 課本只給你寫這一個 你其實這個也可以抄下來 這代表什麼 這有一槓 代表說 在這個事件B發生之下 事件A發生的紀律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定義 就這樣寫 請各位看一下 這裡的B對這個B A對這個A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這一個 這兩個可以交換 交換的定義就是這樣 交換定義就是這樣 在A的條件之下 你看父母寫A 上面就是兩個的交集 A交集B跟B交集A是一樣 所以你看上面的分子是一樣的 這叫條件紀律 這叫條件紀律 條件紀律 這兩個東西各位好好想一下 請看一版 這代表什麼 兩個事件同時發生 這代表在A條件之下 B事件發生的紀律 這兩個東西有時候會被搞分 有時候會被搞分 這個值可能會很小 這個值可能會很大 這是指兩個事件同時發生 這是指在事件發生之下 B事件發生的紀律 到底這個要講什麼呢 我們慢慢用例子來說明 我想這個要做一個澄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這個立體4.9 立體4.9 來 PA等於0.5 PB等於0.3 A交集B等於0.1 那要你求這個紀律 那這就很簡單的 我們就引用這邊的公式 好 我就引用這邊的公式 就馬上用這邊的公式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要求這個紀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馬上把它帶進來 第一個就用這個公式 我把它拉到這邊來 上面A交集B A交集是多少 0.1 0.1 下面是0.3 這等到等於3分之1 等於3分之1 那這邊一樣拉開 A交集B 0.1 A交集B是這一個 0.1 下面PA是0.5 這裡是0.1 這裡是0.5 所以等到等於這個5分之1 第一步先看怎麼算 其實它懶的地方不是怎麼算 而是你怎麼去解釋 這個代表的意義 我一直強調 統計要算 但其實有時候都還不是太難 統計真的難的是那個背後 你要怎麼解釋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花一點時間去解釋 這個條件記憶的意義是什麼 我想那才是重點 所以立體4.9 就是利用這兩個公式馬上帶進來而已 所以這種題目只要你把公式記下來 沒帶進去你就可以算了 所以這種題目呢 我們後面有一些題目等一下 可以練習一下 它會有稍微變化一下 會稍微變化一下 那你最重要是這個公式你要記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條件記憶呢 它用立體4.10的概念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怎麼做 各位看一下 台灣某一個大寫呢 其氣管系大二班 男生有三四個人 女生有二四個人 那某一天舉行這一個統計寫的期中考試 六十分是幾個嘛 那幾個跟不幾個的人數 跟這個用這個圖形來表示 那這個圖形 題目一出來 我們就可以來算很多的這個條件記憶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 我就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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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用這邊來表示 所以我把它插掉 那為了跟那個課本的這個符號一致呢 我們就用同樣的符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給我們的數字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給的數字這樣 那全部是五十個人 所以我們可以算計例 這多少 十除以五十 這裡是0.2 所以0.2怎麼來 就是十除以五十 所以一子類推 你可以算出每一個的記憶 這邊應該多少 0.2 0.4 這邊的0.2 這邊的0.2 兩個相加 這邊的0.6 這邊0.4 所以這邊的0.4 這邊的0.6 好那課本的這個符號 我用跟課本一樣 到時候你看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比較清楚 這裡是C 這裡是A 這裡是B 這裡是D 我們就用課本的符號 C代表及格 A代表不及格 B代表是男性 D代表女性 我們就用課本的這個符號了 用課本的符號 好來 第一個請各位看一下十五頁 已知初期這一個人為男同學 請問這個男同學的統計成績 不及格 不及格 那這要算什麼 來 各位看一下 已經知道抽到這個是男同學 而且不及格 來我們看一下怎麼算 男同學 我這邊就不寫了 這個B就代表 抽到這個同學是男同學 D代表抽到是女同學 那C代表是 抽到這個同學是及格的 A代表抽到是不及格 那抽到男同學裡面不及格 男同學裡面不及格 我們用符號 男同學裡面 B嘛 B代表不及格 就是A嘛 要算這個 那這個要怎麼算呢 來 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告訴你它的意義 這代表什麼意思 在B的條件 B的事件發生之下 A事件發生的機率 來請多看一下 B B 請看喔 B代表這男同學 男同學之下 在男同學之下呢 他不及格的機率 那男同學裡面有幾個人 幾個人 男同學總共有幾個人 10加20幾個人 30嘛 30個人裡面不及格有幾個 20個 所以答案就是三分之二 他就是三分之二 那你說這個觀念我不曉得 那就用公式 來用剛才的公式 PB上面呢 A交集B 來 PB多少 PB0.6 A交集B 這一塊 0.4 他等於三分之二 有沒有一樣 所以我再講一遍 你如果用這個來解釋呢 就是在B的那一部分 B代表是男同學 在男同學裡面 不及格的 所以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差別在哪邊 我再解釋這樣 這條東西差別在哪邊 這一塊是代表 50位同學裡面 不及格的 50位同學裡面不及格的 A是代表不及格 這個代表50位同學裡面 不及格的比例 50位裡面呢 不及格有幾個 有30個嗎 50個裡面有30個 所以答案多少 0.6 他是0.6 所以這個PS啊 P是以整個樣本空間 當你的目標 在整個樣本空間裡面 不及格 在整個裡面不及格的 全部有50個 不及格的裡面有30個嗎 這裡是不及格的啊 所以50個 50個裡面有30個不及格 答案是0.6 那這個是怎樣 這是男同學那裡面 不及格的 所以這兩個的條件 是不一樣的 這是在男同學那一堆的裡面 不及格的 男同學那一堆裡面有幾個 有30個 30個裡面不及格的 有佔20個 所以是3分之2 所以你了解意義之後 你根本不用算 一看就知道答案了 就是你了解意義嘛 那你不了解 那你就用公式去計算 這個沒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第二題 第二題它要算什麼 它要算這一個 以前說這個同學是及格 這個是你同學 然後請問他及格 你同學他及格 所以知道 你同學已經知道他是你同學 D嘛 在這個你同學之下呢 他及格是C 答案就知道 你同學之下是及格 你同學有幾個人 20個 20個裡面及格佔幾個 佔10個 所以答案多少 1 2分之1 你馬上知道這個是1 2分之1 你就可以算了 那你不想這樣 你就用公式來算 公式是一定要記得的 只是你如果了解這個概念 你再看這個東西就很快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再來給個議題吧 這個題目答案應該多少 AV 等到 A代表什麼 在不及格之下 他是什麼 男同學 答案多少 你應該可以馬上告訴我答案了 你怎麼還看了半天 AA代表什麼 不及格 在不及格那一堆人之下 他是男同學的比例是多少 不及格有多少 不及格有30個 在30個裡面 30個裡面 它是男同學算多少 算24個 答案多少 剛好也是3分之2 也是3分之2 是不是剛好也是3分之2 不及格 在不及格裡面 不及格裡面有30個 30個裡面 他是男同學 男同學24個 也是3分之2 剛好也是3分之2 來看一下沒有問題 好這個有沒有問題 所以條件機率基本上 他說表示的是 跟一般的事件 是在他的基礎不一樣 所以弄清楚 那為什麼會談獨立事件呢 請各位看一下第四章的十六頁 那定義4.52 獨立事件 我們來看一下獨立事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到底在講什麼 這三個等號 他不一定會對喔 這三個等號他不一定會對喔 我們所看到的關係不是這樣喔 這三個等號裡面 如果有一個對 我現在告訴你這個對 那這兩個東西 我可以證明他也是對的 那如果告訴你這個對 這兩個也可以證明他是對 因為這三個不一定會對 因為這三個不一定會對 來我們從看 剛才的條件機率告訴我們 剛才的條件機率是怎麼樣 剛才的條件機率是這樣 剛才的條件機率是這樣 是這樣喔 剛才的條件機率是這樣 所以你就得到這個A交集B 等於P的AB乘以PB 你可以看到這樣喔 所以這個是百分之百 這是百分之百對的 所以這是一定對 但是這三件 這三個等號不一定對 你看 你要對照一下 這個是百分之百會對 這個不一定會對 但是我現在如果告訴你說 他的這兩個事件很特別 他會滿足這個條件 如果滿足這個條件 那後面這兩個也可以證明是對的 那我跟你說這個是對的 我也可以證明這兩個是對的 同樣道理我說這個是對的 我也可以證明這兩個是對的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 我們稱為是獨立 這兩個事件是獨立 那如果說這是錯的 這不相等 那這兩個也不會相等 只要一個不相等 另外兩個就不相等 這時候我們說 這兩個事件是相依 所以我們常常就會去探討 這兩個事件到底是獨立或相依 獨立跟相依 它背後就會有一些概念的不同的解釋 這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我們會舉一些例子說明解釋 我們先來看它的數學意義 那我想我證明一個 我證明一個就好 我們這三個條件裡面 我們隨便給一個對的 我來證明這兩個是對 我們隨便給一個 比方說 我們假設這個對的 我假設這個對 我令 我令它等於這樣 我假設這個東西是這樣 那我現在來證明 我怎麼證明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東西是百分之百對的 這個條件記憶是百分之百對的 那你現在你給我這個條件 這個東西是一定對的 那你現在給我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我就可以帶過來 我就可以帶過來 等於多少 等於pb 這個東西一定對的 但是你給我這個條件 這表示這兩個相等 都這兩個相等 所以我pb可以帶過來 所以我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p的a交集b 等於pb等於pa 乘以pb 有沒有看到 你給我這個東西對的 我已經證明出來這個是對的 那我現在接下來要證明這個也是對 這個是等到成立 我證明這個也相等了 我現在要證明這個也會相等 那我怎麼證明呢 來 我們把它搬過來 p的ab 等於pb p的a交集b 這是定義百分之百對的 好 利用這個條件 利用這邊的條件 把它帶過來 上面是pa乘以pb 下面是pb 消掉就會等到 等於pa 有沒有 我證明第二 我也證明出來了 就等它成立 所以你從相等裡面 你可以證明一個成立 另外兩個也會成立 那你發現 那一個不成立 另外兩個也會不成立 如果給你這個條件 就叫獨立 如果不是就叫相一 所以我們後面課本就會問你 請問這兩個事件是獨立或相宜 那你怎麼討論 請你看一半 你從這三個裡面下手 這三個裡面你隨便挑一個 你挑一個你好算的 你如果發現到說 算出來的時候兩個相等 這邊算出來答案 跟這邊算出來答案是相等 那這兩個事件就叫獨立 你有三個工具讓你挑 那你要怎麼挑呢 你看他給你的資料 挑哪一個比較方便 你就挑一個去算 如果這個算出來 跟這個算出來不相等 那就兩個事件相依 相等就獨立 不相等就相依 你可以用這樣來判別 所以沒問題 那我只證明一個給各位看 其他人你有信心你可以用 隨便給一個相等 你去證明 兩個也可以證明出來 所以我要再丁寧 這個是百分之百對的 條件機一定對 這個東西不一定成立 這個成立的叫獨立 這個不成立就叫相依 這邊說明 這有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先看立題 4.11 1.11 我們再來解釋 這個題目裡面 A B兩個事件 到底有沒有獨立 來 就問你這個題目 A B兩個事件 到底有沒有獨立 A代表不及格 抽一個同學 他是不及格的事件 B代表是男同學 那這兩個事件 到底有沒有獨立 有沒有獨立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利用這邊來解釋 我已經算出這樣了 好 這跟他已經算出這樣了 就告訴你 用這樣來判斷 你可以挑這個 也可以挑這個 這邊有現成的 來請看 這兩個有沒有相等 你看一個PA PA是這一個嗎 這兩個如果相等 這兩個如果相等 這兩個如果相等就獨立 那不相等就相依 你看這兩個有沒有相等 0.6沒有等於三分之二 他當然不相等 他跟他不相等 這兩個不相等 那這兩個既然不相等的話 所以A B兩個事件是什麼 相依 這兩個事件有某種關聯 有某種關聯存在 好 可是這樣 條件紀律還是不是很清楚 課本舉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到底來講什麼 好 來 各位舉一個例子 很好玩 好 好 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請看一下 這個就是A 這個就是B 這個就是B 這個就是A 肺癌就是A 假設肺癌代表事件A 這邊肺癌就是A 那代表CN 這怎麼解釋 在CNA族群的人得到肺癌的比例 在CNA族群人 針對CNA族群人得到肺癌的比例 那這代表什麼 得到肺癌的比例 那這個就沒有限制 這邊會得到肺癌的人 可能是CN 可能是因為他的工作場合 以前有一個叫食棉的 有一個產品叫食棉 很多建築的 那後來發現他說那種食棉會致癌 那後來就被禁用了 那你如果說在那種環境 長期在那種環境工作的話 你就有那種風險 所以會造成肺癌的因素很多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把所有會造成肺癌的因素 都把它納進來 那這個是針對CNA族群 會得到肺癌的 那如果今天我們去做研究 我們算出來 這兩個東西是相等 假設是相等 那相等的概念就是這個 那就叫獨立 如果相等那就表示獨立 那獨立什麼意思 獨立你會得到肺癌的話 跟吸菸就是沒有關係 獨立嘛 兩個相等嘛 兩個相等就是這個 兩個相等就代表兩個事件獨立 那兩個事件獨立就代表說 得到肺癌跟吸菸沒有關係 如果我今天研究出來是 得到肺癌跟吸菸沒有關係 那就是間接告訴你 你可以抽菸 因為今天得到肺癌的 我還想說 不是真正的嚴凶可能 吸菸的影響不是那麼強 無關嘛 所以 就不會去阻止你吸菸 可是今天做出來結果不是這樣 做出來結果是怎樣 是很明顯 我用兩個大癌 兩個大癌表示說 它會比它大得很大 也就是說 吸菸這一族群呢 得到肺癌的比例特別高 它比其他的這種 會造成的影響更大 那就表示說 吸菸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風險 它只要不相等就表示說 吸菸 這個肺癌跟抽菸有關係嘛 你只要不相等嘛 大癌也是不相等嘛 只要不相等就表示說 會癌跟吸菸有關係 那我們做出來結果當然是 這個東西會比較大嘛 表示說 在CNA族群得到肺癌的比例特別高 所以 媒體很多什麼董事基金會 他就會出來報導了 叫你不要醜菸 你看他做那個廣告 一個海綿 一個海綿就像 就等同我們的肺部一樣嘛 那你吸菸的話 那個尼古丁之間那些膠油 就會吸到你的肺部嘛 他把那個肺部來比喻成那塊海綿 他海綿就可以擠出一大堆的那種 黑色的那種油出來 孫悅他已經戒菸接了三十幾年了 他還是得到肺腺癌 他戒完菸之後沒有幾年 他一直為他的身體所苦 他的這個免疫力很差很容易感冒 很多問題都出來 他前幾天還在講 他還在 還在 談論他這個搓菸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 醫生說法跟你講說 你絕對不要搓菸 如果你搓菸的話趕快戒 因為那個風險真的是很高 他都已經戒菸了二三十年了 還會得到這個肺腺癌 所以你只要曾經錯過菸的人 那個風險因素就在裡面 所以你趁早把它戒掉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例子來解釋條件激勵 你就很清楚 什麼叫條件激勵 什麼叫獨立事件 你的觀念就很清楚 曾經有人就問我一個問題 有一個老師在問我一個問題 你說說他把這兩個東西搞分了 他說做過報告 一台飛機上面 不太可能同時發生兩顆炸彈 捷技只要帶一顆炸彈就夠了 所以一台飛機裡面 不太可能同時發生兩顆炸彈 然後有一位老兄 他一天到晚要搭飛機 他知道這個報告之後 他就講說 那既然不太可能同時發生兩顆炸彈 那我就身體先綁一顆炸彈 我身體先綁一顆炸彈上去 那我不要引爆 我當然不會引爆 那既然我身體已經有一顆了 我就不可能再發現到另一顆 你說你同時發生到兩顆炸彈的機率很低 那我身體已經綁一顆了 那就不可能再另外一顆了 他觀念是怎樣 不可能同時發生兩顆炸彈是什麼 交集 這個交集當然很小 那我身體先綁一顆炸彈上去是什麼 這條件機率 我先綁一顆 我綁一顆上去的時候 那當然我不會再找到另外一顆 那就錯了 你自己綁一顆 你會再發現到另外一顆的機率 這個機率值會很大 這個機率你看 這個機率會比較大 0.66 這0.6 這個值一定會比較大 這個機率一定會比較高 所以那個觀念就是你沒有把它澄清 你會把這幾個分在一起 一個條件機率 一個交集 你會分在一起 交集是同時發生 條件機率是在那個條件之下 它發生的機率 所以這兩個東西不能造成混淆 有沒有問題 所以有關獨立事件 有關條件機率 你看起來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你 統計的東西不要只是計算 你要去懂它背後的意義 那這樣你才能夠真正去瞭解 其實你讀任何一門學科都是這樣 你一定要去瞭解真正背後的意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題目 有一個題目 立體4.12 這個題目也蠻好玩的 他說 在一個不透明的桶子當中 中有一顆白球 跟兩顆黑球 那麼經意氣從中抽起兩顆球 抽一顆再抽一顆 它是用抽起不放尾 這個畫起來 without replacement 我抽了不放尾 我抽了之後不放回去 那抽完第一顆後 然後不放尾桶再抽第二顆 就是這個抽 抽起不放尾 好 現在問你下一個紀律 抽取到第一顆球為白色的紀律 的事件 抽取到第一顆球為白色的事件 那這個紀律是多少 第二個呢 抽取到第二顆呢 也是白色的事件 那紀律是多少 第一題你今天應該可以回答我 來告訴我A答案是多少 一顆白球兩顆黑球 這答案是多少 一顆白球兩顆黑球 第一顆抽到白球的紀律是多少 第一顆抽到白球的紀律是多少 W代表白色 V代表黑色 所以你抽到白的紀律是多少 三分之一 很簡單 好 那我問你 第二顆抽到白色的紀律是多少 第二顆 第二顆抽到白色的 那我們來想一下 假設現在都不知道數學 我們來想一下 你第二 他問你第二顆抽到白色 他沒有跟你講 他只是問你第二顆抽到白色 那你第一顆你就要討論 你第一顆有沒有可能抽到白色 有沒有可能抽到黑色 好 你第一顆如果抽到白色 第二顆有沒有可能抽到白色 不可能嘛 所以這紀律就等了你 好 這條件不用管了 好 我第一顆如果抽到黑色 那我第二顆抽到白色 有沒有可能 有嘛 好 第一顆抽到黑色紀律是多少 三分之啊 那第二顆 這時候第二顆再抽到白色是多少 你第一顆抽到黑色的時候 已經黑色少了一顆嘛 是不是剩下一黑一白 好 再抽到一顆白色呢 是二分之一嘛 所以乘以二分之一 等了多少 三分之一 剛的內向是0嘛 0加上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很等於三分之一 你發現到說 第一顆抽到白色紀律是三分之一 那第二顆抽到白色也是三分之一 其實這裡有三顆 你可以再研究 那第三顆抽到白色呢 我跟你講答案也是三分之一 你在研究上也是三分之一 表示說你早抽跟晚抽紀律怎麼樣 都一樣 所以你們如果說要派公裁呢 誰先抽誰晚抽 紀律都一樣 這個抽到的紀律都是一樣 這有沒有問題 這有沒有問題 所以第一題 這就OK啦 B呢 AB兩個事件是複次 獨立或相依 A交集比有沒有等於空集合 A交集比有沒有等於空集合 A交集比等於空集合 就是複次了 A交集比等於空集合就是複次 那我問你A交集比有沒有等於空集合 A代表第一顆抽到白球 B代表第二顆抽到白球 你有沒有可能第一顆抽到白球 第二顆又抽到白球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嘛 那不可能就是什麼 複次嘛 不可能就是空集合 所以它的就是複次嘛 那當然就是複次嘛 有沒有問題 你第一顆 它裡面就只有一個白球嘛 你不可能第一顆抽到白球 然後它不換回信 那你第二顆又抽到白球 不可能嘛 所以就複次嘛 所以這個題目一定是複次交集 等於空集合 它問題到底是獨立或相依 這三個公式隨便挑一個 隨便挑一個 那很好挑啊 來我們挑哪一個 我們要挑這一個嘛 P的A交集比 到底有沒有等於PA乘以PB 到底有沒有相等 來這答案多少 A交集比等多少 空集合 空集合 空集合基率是多少 零嘛 基率就等於零啊 那PA是多少 是不是剛才三分之一 PB呢 也是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多少 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有沒有等於零 這裡是九分之一啊 九分之一有沒有等於零 沒有沒有不相等 相等叫獨立 那不相等叫什麼 相依 懂不懂 不相等就叫相依嘛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判斷 這種題目也不難 那下面有一個例題4.13 他們跟你講 當兩個事件是複次的時候 兩個事件必不獨立 當兩個事件是獨立的時候 兩個事件必不複次 那這個其實很簡單 那我記得30年前的時候 考研究所很喜歡考這兩個東西啊 那其實它不難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複次跟獨立 這其實很容易證明 複次 複次表示就 那獨立 那我們的先解條件是 我們的先解條件是 PA 要大一點 PB 要大一點 所以 這個條件之下 它告訴你 如果是複次一定不獨立 獨立一定不複次 好 複次一定不獨立 來 各位看一下 如果已經是複次了 這就等於0 好 各位看一下這一版 如果已經是複次了 表示這個東西等於0 可是這個條件是大了0 PA大了0 PB大了0 那你看這邊 好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以致 以致負次 那就是怎樣 P的 A交集B等於0 那你要證明 不獨立 不獨立 那你看 A交集B 到底有沒有等於 PA乘以PB 相等就是獨立 不相等就是 不相等就是不獨立 那我們看一下 已經告訴你複次了 所以這邊等於0 這邊等於0 那這邊大了0 這邊大了0 這邊大了0 所以這邊是大了0 這邊大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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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大了0 相乘當然大了0 一邊大了0 一邊等於0 當然不相等 不相等就告訴你 AB是不獨立 AB不獨立 反過來AB獨立 他就不會複次 AB如果獨立 你來各位看一下 A交集B等於PA 乘以PB 他告訴你獨立 那獨立這個相等 這是正的 這是正的 大了0 大了0 所以這邊當然也要大了0 正的 既然他等於正的 他就不會等於0 等於0才是要複次 既然他正的不等於0 所以他就不複次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你就很容易去做判斷 所以獨立跟複次的關係 其實是很簡單的